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所谈的宫廷小夕 同样是小夕 小夕的定义当然各位都知道 它就是一种戏曲的雏形 还没有发展完成 它过程的元素 每一样 这个艺术的元素都还粗糙 这是第一 第二 那就是它 都还没有发展完成 初造当然 发展不了完成 还有它 它元素元素之间 彼此的这种磨合 虽然有些歌舞约已经结合了 但结合到融合毕竟不一样 类似这样的程度 甚至融合到成为一体 那就变成有机体了 也还没有到达 这个就是小夕和大夕 最大的差别 所以大夕就是每一个 这个过程的基本元素都怎么样 都成熟了 它的艺术的这个层面 都已经高了 还有他们呢 彼此之间由于有什么样的缘故 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呢 哪一个背景啊 瓦瑟郭南 对不对啊 瓦瑟郭南的岳父 苏惠 岳父的歌迹 苏惠的才人 基本上是这样 那 南起戏文是由民间的小戏 所完成的 这个我们讲过了 那么还有一种从宫廷里边 出来的宫廷小戏 宫廷的演员 各位知道是在谁的身上啊 幽灵 幽基本上是古迹灰鞋 用嘴巴闪烁的 幽灵呢 就乐宫 音乐方面的歌唱 或者器业的演奏 宫廷里边 这个幽灵 所以我们说宫廷小戏 世上也就是幽灵小戏 这两个不同的根源 当然产生出来的 会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请问各位 宫廷小戏出来的会比较传统呢 还是民间小戏 人生出来的 比一比哪一个是 这个 成传性会比较高呢 民间 民间 错了 民间是最活泼的 民间是最不受管束的 爱怎么干就怎么干的 宫廷就会怎么样 许多的规矩 许多的传统 所以呢 民间小戏 产生的大戏 它根本上就变化多 就活泼性大 那幽灵小戏呢 它的传承性 继承传统的艺术 传统的艺术成分 传统的表演 比较浓 所过程的 体制规律 反而也比较 这个 警言 所以啊 各位知道宫廷幽灵小戏 后来发展成功的就是什么啊 别曲杂具 别曲杂具就是 拿朝代来说就是哪一个朝代啊 元旦 对不对啊 是元杂具 元杂具的体制规律 是不是刻刻板板的啊 一本几则啊 四则 一人独唱 可是蓝局戏文就不是这样 多少则都可以 还有呢 也不是一个人歌唱 音乐的结构 还没有完成 但是因此变化多 好 这个是两个呢 它根源形成时候啊 本身呢 在直性上就不一样 这是我们从 推理可以推出来的 好 这两个相同的 就是说我们对它研究的方法 同样都是 拿那个怎么样 拿它具种本身 远近发展的那个名称 对不对啊 从那个名称 这个就是上个礼拜 我们以前讲过的 一个人 少有乳名 长有学名 然后有各种不同的身份的名称 你这个人的一生的这个经历 是不是就可以推出来啊 好像历朝历代 建号的赤地也一样 朝代的引进的这个历史就出来了 这一点呢 南北西区都一样 都用同样的这个名称来做切入点 来做考试 但是起码我是运用这样的方法 各位 可是呢 彼此之间还有差别 也就是说 这些被用来的名称 到后来的庶民化 庶景化 由宫廷出来的 和延伸在民间的 居然呢 居然呢 宫廷出来的 那个庶民化的程度 反而超过原生于宫廷 甚至变化更大 因此这些名称 这些名称 这些名称有哪一些呢 各位 各位翻开我们讲义里边 的第一页 第二页 第二页 这些名称里边 在中间 第三段 然而 北记最初 另有其原始之名 亦有其过度行辞之名 之以其建筑载集之先后 参与类虫 条类如下 各位找到没有 第一 怨妖 第二妖莫 第三妖莫怨本 第四传奇 翻过来 第三页 杂句 岳福 别启 别启 言词 别启 总共有十个名词 这十个名词 怨妖 妖莫 妖莫怨本 传奇 杂句 岳福 北怨本 别启 原始 还有北记 好 各位 最后一段 佩馨你把它念一下 这十种名称的命意 其称岳福者 乃因他是音乐文学 有如汉代岳福 喜用其称以去其鼓掌 其力有如苏氏 词称东坡岳福 张和秋 散曲称小山岳福 好 但说几本 陆鬼故卷上 前辈已死 民工有岳福行于侍者 以及天一格本 甲仲敏武调词 杨显之传后之 有传奇岳福新生 花里郎传后之 岳福慈张姓 肖德祥传后之 共传奇岳福邪中之岳福 兼致散曲之 有文才者 其称传奇者 出自唐人培行 有传奇六卷 因其内容曲折其人其事 引人入圣 所以琴杰特性 与之相仿佛的诸功调 北曲杂句和南曲细文 便也借用为名 而北曲则强调其 主体音乐的北方属性 原词得见送词 之词 已说明为 原人之音乐文学 以上 这四种名称 岳福传奇北曲原词 不是借用读语 就是从其片面性格而言 所以 后来不被当作代表性的名称 好 各位 像这段 我们首先就把它排除了什么 排除了十个名称以外的 一般的共姓的名词 就是岳福传奇北曲北词 因为中国人有个毛病 唐漢喜欢用那些概括性比较广 或者是比较古牙的老名称 但是这样的名称 只是文人的习气而已 对于具种的原生的次第 给我们的启发 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第二呢 在这里你们的行文 也可以学我这一点 比如说我们前面批评了四种这个名字 最后呢 这个说 在第四页的第二行 他说 以上这四种名称 各位 如果你要简洁的话 以上这四种名称 不是这用古语 就是从其片面性格而言 所以后来不被当作代表性的名词 就文章上下文来说 要简洁是可以省略 岳福传奇北奇北继 这四个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名词 但是行文 为什么我在这里要再说一遍呢 因为强化它 强化我以前上面所说的 四种在提醒你们 就是这四种 那么这四种是不要的 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强化的语言 这个行文的语意啊 这样就比较 拙权一点 好 这个 因此呢 我们要讨论的 就是下边所说的 这六种名称 这六种名称 则可以看出别曲杂技演进的历程 也就是说 别愿本之愿本 建其小细阶段的雏形 愿妖或妖末愿本 建其进入大细的构度 妖末 妖末 建其完成为大细的俗称 杂具 建其完成为大细并取 宋经杂具之地位而代之的专称 北极则建其与南系对立的情况 是不是每个名词都有它特殊的议案定位啊 那么这些呢 就是先把结论 在这里点提清楚 各位为什么要这样子呢 如果你底下就一个一个说啦 就读者来说呢 比较不容易掌握你要叙述的那个内涵 程序 尤其是结论 那么结论就是你要告诉读者的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就可以重复 重复在这里有一种提点的作用 这是行稳的方式之一 好 下边啊 我们探讨的就是所谓北极之渊源 就是经验本就是北极的渊源 我们所用的极坚实的一个证据 就是第四页 那个引文的前边 是胡志玉 第一段资料是 胡志玉 胡志玉 子山大前级 建八 郑宋是须 有这样一段话 这是第一个 正举 第二个 正举 第三个正举 下庭之清罗吉治所说的一段话 这是第二个正举 第三个正举就是第六页 下边引文之前的陶宗怡凑录的燕本明目条 各位 这三段资料就是我们根据来立论 别区杂具的根源就是经验本 这三段论述方法我也告诉各位 我们曾经应用过 引了许多资料经过排列组合 排列 最后再综合叙述 那为什么要这样运用 为什么 我们这个不一样 我们是引了一段资料 分析这段资料 引了这段资料分析这段资料 那缘故就是资料本身的问题 以前我们引用的参军系太遥两 是因为资料太过去怎么样 资理破碎 我们要从这里边 叮叮点点抓取它可用的 这个资讯的点点滴滴 把它汇聚成为一个面 但是呢 这三段资料不是 它都可以本身相当完整 所以可以从里边分析出 分析出它们的要点要义 所以前面的那种方法 就是极易成球的方法 后边的这种方法是什么呀 是摘取其共性 这三个人 第一 同样都是元代的时候的人 就时代已经相同了 重要不重要啊 同一个时代的人说的话 第二 他们每一个人都说 经验本就是别取杂具的源头 元代的人都这么说 你还要反对它吗 你反对的理由 如果没有的话 你当然就要信它 所以我们应用的就是这样 分析出它的共性 坚实自己 我的看法 也就是应该根据元代人自己说的 别取杂具的根源就是来自于 原本 这个就扎实可靠了 不是你胡说出来的 好 我现在眼睛啊 真是啊 年纪大了 就不一样 好 各位 再翻开 第七 第七月 第七月的 算下来的第二段 配信 以上 胡夏陶三世 这里 以上 胡夏陶三世 都认为 北取杂具 是由今原本 变化而来 故事生于今末 显著 有名于 原初 揣摩其所谓 近代 教防原本之外 再变而为 杂具制语义 似乎 北取杂具制 完全成立 当在今代 并非如 夏陶二世 所云 降级 原代不可 夏陶二世 主要活动期 在原末明初 所见 自不如 胡适 真切 对此 且留在下文 在行 武政和讨论 北取杂具的 源头 既然是 金院本 而金院本 又与 宋杂具 图书 那么 宋金杂具 院本的面貌 又是如何呢 金院本一件上文影 夏陶二世之说 至于 宋杂具 则建于 五字幕成书于 宋 陆中贤春十年的 共阳路 卷二十 记月条 有比较具体 而详细的记载 在比较 工程济盛 与共阳路 所记之 宋杂具 与上文所引入之 轻柔极致 与共阳路 所记之 金院本 可证 金院本 与宋杂具 果然不输 院本 不过由 杂具 改车而已 所以 角色名目相同 把 附近之为 参军 附墨之为 仓库 则亦可见 其为 唐参军系 敌一敌派 魏武 留三人鱼 因念诵 金斗 科范各善一场 则 戏剧艺术之 讲求可知 而所谓 愿本 其为 明珠拳所著的 太和正英谱 有这样一句话 愿本者 唐愿之本也 王光维 宋权夕曲 考 据 张千替 沙漆杂具 首先 是唐愿者 大帝金圆人 为 昌 祭所居 其所掩长之本 即位至 愿本云二 其后 战争夺于 航院考译文 折力主 航院 乃是 沖舟造谱的 流动歌舞演出班 翻诺王室之说 1956年 不及 宋经杂具考 更纵集各种资料 考译航院的含义 所得的结论是 航院时包括了 旧时 所称的 基于 愿人 铃人 乞丐等类人的含义 范围佛广 这些人都以 记忆不扣 所以 就把他们 所居以演出的 离本 称作 院本了 而由 住者在中国古典 戏曲制 行程 与 餐厅系 及其野花之探讨 二文中 对于 宋经杂具院本 所做的考述 已可知 宋经杂具院本 基本上 尚属小戏群 必须等待 汲取更丰富的 故事情节 和音乐内涵 才能发展为大戏 然而 宋经杂具 何以要 意名为 院本呢 这应当是 杂具 留住民间的结果 其演员不再是 宫廷幽人 盖由民间的行乐人家 也因此 院本自然很快速地 注入民间鲜活的生命力 发展出已是 井猴语为名称的新剧种 旧文献所见 有越妖与妖末 与偏朗末 偏末 朗末 朗末 等 石区上相同 以及匿名同时二种 好 好 好 那么 我们这个呢 在这里 因为这个问题 相当复杂 在戏曲史上 可以说呢 没有人 像我这样用 全家考证学的 这个 态度方法 把它做考证 同时呢 他们也忽略了 一种艺术 由宫廷流入民间 必然产生一个很大的 质变的现象 质变的现象 那么 因为宫廷的幽灵 毕竟在宫廷服务的这个 艺术家 当他们流入到民间以后 会不会受到民间的许多的习气啊 民间的环境啊 民间自然的一种激荡的影响啊 当然就会 当然就会 所以 他们第一 他们的身份 脱离宫廷 到民间就要制造生活 所以就更为艰苦 尤其 为什么他们会沦落民间 为什么 是太平时候还是战乱时候啊 战乱时候 战乱时候 北方的这个什么 蒙古人打了金嘛 把金朝打了这个什么落花流水 所以 金朝皇帝拼命呢 带着宫廷的这些 皇祖皇孙大臣幽灵 南奔 在路途中 会不会 会不会闪失啊 那闪失的会水最多啊 当然这些幽灵 所以他们就在民间里面去讨生啊 那中国人对于那个什么啊 对于那个 沦落民间的这些破落户 住战 最早的时候 叫做什么呢 最早的时候啊 称呼那个 像 陈平 陈平穷到什么 叫富国之家 什么叫富国之家 没地方坐 用块板子 在城墙的旁边 一搭 下边树就可以躲在里边了 这叫富国之家 就是你的房子 有那块板子这样 这样遮起来的 或者住在人家的屋檐之下 沿椅之下 像谁啊 梁洪梦光 跑去这个什么呢 去给人家 请坐这个殿隆 我们现在叫殿隆 做人家的庸功 可是孟光对于梁洪呢 还非常尊敬 每一次要给他吃饭 都要举案其美 献给丈夫 这个主人一看说 这个人大概来头不小 怎么 这个太太对他那么 那么一种这个 穷棍之中还那么样 之后 按照那个礼节那么紧 一定是不同幻想 后来才知道 哇 我家里住了一个闲人 所以像这样子 啊 后来呢 就是渡在我们现在所谓 大闸院 航院就是巷弄里边 一大堆人聚居在那边的情况 那民间的艺人也类似说 航院就是那个大闸院 所以里边的分子当然很多 所以航院 本来就航州的那个 那个航的中间 航院的航 还要加这个航 后来把它去掉 所以它名称改变成 航院 就表示这些艺人的身份 的情况 但是到民间以后 在民间要讨生活 各位想一想 它的这个艺术啊 自然会有所提升 或者演进一下 我呢 在这个许多啊 别人没看出来的 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发现了其中的一个相当的奥妙 古人呢 在于书写啊 的那个项目的排列 大类是最高 大类之下的次类 就低一点 在下边 再低一点 所以它的这个类别 不像我们现在 用大一 对不对啊 或者用这个什么呢 一二三的一 这个汉字的一 再用这个阿拉伯士字的一 对不对啊 这样不是有三个层次吗 它是用高地 那在这个 那在这个 臭庚录里边呢 院本名目里边啊 它呢 写的叫正院本 正院本是个大类 下边呢 平行的 三样 有 有什么呢 有怨本 怨妖 怨窜 就是我们下边 我所说的分裂讨论里边啊 在第几页啊 第八页下边 你看 你看 各位看 第八页下边 抽坑录见二十五 怨本名目中 列有怨妖一项 是这样子 这是它的目录 再翻过来 这是推论怨妖 然后呢 还有 怨窜 各位看 各位看 第十二页 怨妖 与妖目名称的探索 因为要探讨这个怨妖啊 就要从妖目 到唐妖目的探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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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再来 我还是用说的比较清楚 也就是说抽坑路里面 他正院本底下列了这个院本 还有院腰 院创 也就是说正院本就是受待的挣扎剧 挣扎剧 那挣扎剧这两个相等 但是在今代的时候 院本到民间发展出这三样来 院本也就是正院本是保留了挣扎剧的模式 可是发展为第一 因为这个是比较先 第一院串 后来有院腰 这就是在正院本的基础上 要开展的一步 但是因为它的作用 这三个还是主体性 在今院本的演出 和宋杂剧的正杂剧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都叫正院本 可注意的就是说 在一个剧种里边 这两种开始往前发展了 那什么叫做院串 什么叫做院腰 就是我们要考证的 院串考起来比较容易 但是也煞费苦心 院串我写过一篇文章 叫论说五花串落 这篇也得到那一年度的 我们国家科学委员会 最高的荣誉 叫杰出著作家 那五花串落的意思 简单的说 就是这个戏由五种角色来演出 他呢 为什么叫串落呢 因为他的根源 是在宋代的时候 在现在贵州一带 有一个部族叫串族 这个串族所成立的一个部落国 就是串国 他来朝贡这个宋宫廷 他就带领了他的表演艺术团体 串族的主人去表演 那他们的五步 事实上就是我们说的踏腰的怎么样 踏 所以在文献上讲的踏串 踏串就是用踏步演出的一种串族的歌调 穿的衣服也是串族的特色 后来这一种这个表演呢 也变纳入了宫廷里边 宫廷里边的 属于正原本的一种表演 他就叫艳串 还有 各位也知道 在这个参军戏边 有两个人物 一个参军 发展为什么呀 发展为敬 圣诞敬墓图的敬 仓户 户会谁吧 一个谷这边 一个这个 一个这个 仓户就发展为墓设 可是到了 金燕本的时代 那个静 又延伸成 正静 护静 有护手了 墓也延伸出 正墓 护墓 正静 就做道演 因此叫隐戏 正墓呢 做剧团团长为墓尼 实际在舞台上演出的 是副手 就是副镜 副墓 演出 那还加了一个 半官员的 或者半妇女的 半官员 加进去五个 或者加半妇女的 加进去还是五个 因为有正静 正墓 护墓 护戴 装孤 或者装胆 所以五个叫五花串弄 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可是在这样表演里边 护墓 护静是两个主体的表演者 护静 就是靠一张嘴巴 说的天花烂醉 以语言来使得怎么样 使得这个观众觉得好玩 古迹辉携 笑话 所以他是有闪瘦 闪文的闪 说唱的说 有闪瘦 做他的艺术的特质 可是护墓呢 慢慢发展成为一种歌唱艺术 歌唱艺术 这种歌唱艺术 就形成了一个新的艺术的形态 那么护静 就常常会和那个装孤来演对手势 护墓常常会和那个装弹来演对手势 所以就有蓝女怎么样 主角进来 那么这个以护墓 为演出主角 歌唱为主的艺术的转移 由餐聚系原来是古迹辉携 笑闹为主体 转移到用歌唱艺术了 这种就叫怨妖 就是怨本的古迹辉携 加上妖墓 墓设的歌唱为主体 就叫怨妖 各位要把怨本 怨妖 还有妖墓 各位像这一串的名字 我这从园曲里边 出现出现和这些有关的名词 通通把他记录下来 去分析 像这个 胚墓也可以做装墓 胚朗墓也可以做装朗墓 胚腰墓也可以做装腰 腰可以做这个腰 腰还有什么敲 声音差不多的都可以 就从整个园曲 园杂记出现了这些语会 语会 记录下来就分析 那么这就必须要知道 知道怎么样呢 我们中国 除非结构的类型和基本原理 各位 这个基本能力 中文系的同学应当料有 我有一篇文章 叫做戏曲的语言结构 在沙明书局的戏曲学的第一册 第六篇 有非常详细的举例类型分析 我告诉各位 如果我没有全家考证学的基本能力 如果我对中国语言词汇的结构不清楚 这个问题考察不出来 我们现在庄妖作怪的庄妖 其实是哪个妖呢 是这个妖 是这个妖 现在变妖怪的妖 那是声音相同 好 等一下我来变给各位看看 为什么会如此 休息一下 那么各位 像这个 这些许多的民族 我是不是哪一本书就翻了 那不可能的 你哪有那么多生命 所以我常说工具书重要不重要啊 你懂得哪里 一翻人家都给你做好的 他们都会跑出来 你最多就是去按和 这个省的时间就很多 然后因为 我曾经对于我们中国语言 构成词汇结构 各位 因为我们的语言 单音字太多了 不是 我说错了 同音字太多了 我们又是单音质 单行底 同音字太多 所以好些声音 都相同 或者接近 音质 音同 产生语言的语言 产生语言的误解 而变情况太多了 那这个语言结构 我们有行音意 对不对啊 行 是 常为行进 常为 这个什么 省文 就是一个字体 它写简体字 叫省文 字形相接近 就叫行进 这都会 产生一种 令人 错误的变化 那么音呢 我们音里边 就会有音同 音静 音静 音静在开口里面 就谐音 就是双声底音都会产生 谐音的现象 所以就左音 有很多左音的现象 那么意义 我们的意义里边 由于单 单音节单行体 所以你 如果对一个女孩子说 你好利友 你好利友 知道你在骂她还是在什么 可是你如果说 你好美利友 你看清清楚楚 你好美哦 她还可以听得懂 可是你好利啊 她就听不懂 你就必须你好美利 所以 我们未来要清楚 所以叫有同意父子 你看构成的这个父子里边 有多少是同意 伟大是不是同意啊 长远也算同意啊 短小也算同意啊 这些意思 火红 赤红 尤其赤红 都可以算是 以意接近的 还有呢 磁味结果也有一个为猪蹄 一个为富家瑜来形容 南天白云 好人坏人 好吃 难吃 好听 恶听美文 等等都有一个主要的 修饰她的这个 叫做磁组的富家瑜 这又一个类型 那有说兄弟今天到跪地来 这个兄弟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我老弟到跪地来 所以叫偏异父子 高等动物与低等动物之间的异同如何 全部异同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同就不必要了 就不同在哪里异 异同 归去来此 归去来此就是归去 去来无心就来到无心 有时候取其 这叫偏异父子 相反的字 比个高下 他又变成高下又变成什么呀 不是又高又下的意思 他能力谁的强弱 种种 台北到高雄 这个 眼镜如何 那眼镜是又圆又近吗 距离如何 不同的结构法 它就有字面看得出来 有些还会结合成为一个新意义的 像远近如何 高下如何 这世上 就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意义 我们所谓磁解 它这个产生了两个字 都是在一起的一个新的意义 这些啊 其实各位 把我那个书找出来 把那刚梦 我列举的刚梦 和底下所举的例子 看一遍 我相信一个小时之内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这个 词汇结构的类型和什么掌握 以各位的这个程度 有空去找出来翻一下 这个是我 归纳整理也花一点时间 当然 是 这样的归纳整理 我发现 我和别人不一定一样 而且我相信 我诗稿的缜密度超过他们 他们在讲文法 讲这个什么修词的时候 就是说 我是从逻辑界 去分析以后再做 他们是从现象去归纳的 从现象归纳 常常是归纳不做群 逻辑思考以后 再归纳 再举例 就容易做群 好 在这个前提之下 各位那个妖末 先说怨妖 怨好问题就是怨本 末就是妖末 两个词的合称 所以他 合称起来可以 是怨本妖末 省称就变成怎么样 怨妖 台湾大学 台大 类似这样的一种 语言的简称 现在英文不是有一大堆 今天MIT 后天CH 我都搞不清楚 好些 好些 只有政治人物在那里 踢踢踢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这也是英文在省略 这一点大陆 比我们厉害得多 他们对新名词的应用 和省略的 和省略语言的活泼 这个台湾不如 好 那像这个 为什么 为什么加个啤 加个砖 好像腰 这个腰 可以不同的写法 墨也可以不同的写法 墨还可以写成什么 什么的墨 什么的墨 也都可以 总而言之 一大抽一大堆 接近了名字 但是你把它分成列别以后 来讨论 其实 也就可以画凡 怎么样 为简了 艳本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艳本的意义 庞艳之家 所演出的那个什么 剧本 就是画本 是收唱艺术家 所收唱的底本 叫画本 因此画本 可以做叫 画文 就是收唱艺术家 的那个画本里边的 那个内文 就有画文 就像剧本 是剧本里边的细文 那个什么 的文字细文 曲文 也可以称细文 所以称其曲 就强调它的音乐性 称其文 就强调它的文学性 所以画文 所以画文 转成细旗 就叫细文 像这些名词 就像辩文 辩文是什么呢 变化佛经故事 为说唱文学的文本 就叫辩文 把佛经故事 变化成图像 来给群众 观看了解 就叫怎么样 变相 好些名词 其实很简单 常常被学者弄得 歪曲扭曲得很深 反而让人家不懂而已 所以我常说 自学啊 生钱的问题 生则生之 如果你以生做钱 人家有涅含意欲 你看不出来 你看得很肤浅 这是你能力修为的不行 可是呢 如果它本身就是表 已经浮浅表面的意义了 你却不要生文捉纳那样 把它说得天花烂醉 以浅作生 这是遗物人间 现在有许多学者 很简单的说成是很麻烦 这种灾祸 其实比以生做钱要来得大得多 所以我如果批到这样的论文说 简单的话说了这个什么呢 这么样扭曲的语言 浪费比目 这个是 起始学者还有这样的作用 所以我们从词汇结构来说 那个妖就是妖末的圣称 那么妖末里边又有 佩妖末 佩朗末 各位妖末和朗末的词汇结构 一样不一样啊 都是以什么为主题 末 那朗 容易解释 朗 明朗 亮丽 突出 说这个朗末和一般的末一样不一样啊 他是比较层次高的还是层次低的啊 他是表示 他是比较不同凡响的末啊 那这个妖又是什么意思啊 妖细微细小 可是妖也有什么呀 第一 所以这类妖你是要取它为什么啊 从朗末来说 第一的意思啊 他居于这个剧团里边的角色的第一者 妖末 妖末 所以妖末那末 就是当时候流行口语 同一个意义 不同的说法 都表示这个末色 在杂剧院本里边 它超过了 静色的地位和表演啊 是强化的这一来说 哦 你是演主角的啊 你是演这个当家发誕的啊 那么这个胚 这个装 就是办事的意思 哦你是办事 重任办事 这个末色 所谓胚末 装末 都是一个 动词加一个怎么样 受词 它本身就是个子具 这个子具 这个子具意义本身已经完成 装扮末色 的意思 呸 也是重任的意思 所以呸末、装末 也是民间口语 不同的一种 说法 意义 结构是一样的 那当他做佩末 或装末 或者佩朗末 装朗末 它本身 是个子具 但子具 可以不可以当一个名词啊 子具当名词的情况 在我们语言太平常 爱国、读书、吃饭 是不是子具啊 但爱国、读书、吃饭 可以不可以当一个 一个名词、副词啊 所以 在那个 语言里边 圆曲的语言里边 裴末、裴朗末 或者 装末、装朗末 舊和妖末、朗末 意义都可以发成等号 都是以末色为表演的主角 那为什么他以台湾主角 因为那个时候的艺术 已经有闪烁的 画白的古迹灰色 转移到大家比较喜欢 一般欣赏的 那个歌唱艺术 以歌唱来做表演艺术 为主体核心的 那个现象 所以妖末、裴末这些名词 都是在强化这一点 而 我们这个 讲义里边 已经引用了 人代 类似末色、储碎凉 类似这个好像两段 都说明在那个时代 末色本身的演出 还具有两种作用 一种就在杂剧院本里边 和 在杂剧院本里边 和附近 在演对手戏 古迹灰蝎的现象 可是另一方面呢 却和庄弹色 就后来的生蛋 女主角 来演出对手戏 歌唱恋爱 抒情的这个内涵 所以 妖末 事实上 像怨妖就是一个 剧种的过渡现象 由于怨本的古迹灰蝎 要过渡到什么 歌唱艺术 妖末就是过渡过来了 所以圆杂剧的这个主唱者 以什么为主角啊 以末色 你们一定说还有淡本 淡本不到三分之一 圆杂剧的主唱者 末是三分之二以上 也合乎怎么样 这种现象 所以称妖末 那么妖末因为出来以它为 北曲杂剧的这个代表性的角色 所以妖末在剧种里边 也进一步作为北曲杂剧的代表 妖末又可以审称为末 所以在这个什么行文里边 有时候也光用末就代表北曲杂剧的这个 这个称呼 一步进一步 这一些啊 我在这里边呢都 可以说考树的 从这一方面去考树 而且我们虽然从几个名词 但是各位可以看出 这几个名词里边所隐含的 戏曲 原生 以及它艺术成长 构度 发展成立的现象 这就是在那个什么呢 在我们的 戏曲这种学术 被极端不重视的情况之下 被埋梦被隐藏了 而我们 从一些 很根本的 这个 关键性的 这个 这个 迹象 把它浅得攸光 一个一个刮破 模拟出来 使它 再现人间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 我们这一篇啊 在中国戏曲史上 它的意义 地位和 重要性 由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更进一步 推测 它演进成立的时间 作为一种 概括性的 论述 首先 我们要对 历史的演进的时间 有个基础的概念 与 这一段时间 就是 金颂对立 最起先是 辽 颂 颂对立 然后 金面的辽 叫 金颂对立 金颂对立 才有 南比颂 之分 好 蒙古人 又把金 打了 那蒙古呢 又有蒙古时代 又有蒙古时代 与元朝 两个时代 蒙古时代 就是还没有建立 大一统的年号的时候 元代是统一全国以后 过了一阵子 马上改为 中国的传统朝代 所以 各位就可以知道 有 金 蒙 重叠的部分 对不对 金和蒙古 重叠的部分 金面面 有蒙古 蒙古 这有四十年左右的时间 蒙古 统一整个中国 八九十年 接近九十年 这九十年里边 又有怎么样 又有 这个 本身呢 蒙古本身 大一同的盛世 南北这个什么 蛟龙的这个时代 最后也有 慢慢衰落的时代 像这一些呢 我们 如果把它 结合起来 来看看 别取杂技 原生 成立 一 发展的历程 也大体可以 抓住它 概括的时间 请问 像一个戏曲 这样的 文学兼艺术的 一种原生发展 它能不能像一个人 很容易 比较容易考定 生于 哪一年 哪一月哪一日 死于 哪一年 哪一月哪一日 什么时候 结婚生子 就是 文学艺术 难以考察 这样确定的时间 这是个根本的常识 可是也有一些 笨蛋学者 你为什么不把它弄清楚 都是说 大开 原生于什么时候 大开在什么时候 开始兴盛 为什么都要说大开 不说是哪一年 你说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学者 你打他屁股也没用的 脑筋 他不知道 一颗文学艺术 尤其那样怎么样 尤其这种文学艺术 的资讯资料 是那么样的单薄 你能推测出大开在什么时候 就可以使我们在研究 在欣赏里面有个平 平一可居了 不是茫然一片 这就是对学术有很大的帮助 他居然还要说哪一年哪一月 那是可笑的 所以这一种我相信我们在座 脑筋不至于笨到那种成果 所以这么说来 经验本 那个时代 这本没有 下个礼拜我们把 那个 他延伸的时间的 阶段 这是最新的 最新的戏驱史的一个 一个阶段 大概就是 经验本流布到民间 这是在金埃中 开始乱了 逃了 蒙古人追了 往南方逃 逃到哪里定下来呢 开封 所以啊 我们这样的研究 要突破了一个 戏曲史 文学史里面 一个很大的 以往很大的错误 你们都读过的是 原杂剧成立于哪一个地方啊 从王国尾以后呢 在元代的北京大都 对不对 不对 对的 是成立在金木 蒙古 这个中中欧阔台的那个 开封 是在那边 形成的 大都是 兴盛以后 的一个 这个 汇翠地 流泊地的一个 北方的重镇 就好像 后来流泊到杭州的重镇 就好像他后来流泊到 现在 山西 平阳一带 流泊到 山东东平一带 流泊到河北 增定一带 也路过杨州 这是他的流泊区 或者南下黄州 这是怎么考察的呢 杭州大学一个徐寿方教授 他用很笨的功夫 把所有圆杂具里边 凡是 有金带的 印记的 什么叫印记 金带故事 金带的典章制度 金带什么 反映在圆杂具里边 所占的比例 他认为 他认为 别取杂具 要叫金圆杂具 不是圆杂具而已 这是对的 正确的 所以他的基本观念 他没有像我把他 再加上其他的证据 说明 这个是应当 在汴京 就现在开封原生的 我的最大的理由是什么 别取杂具的语言 以哪里为基准 中桌运 中桌运是哪里的话 是北京话吗 不是 就是开封洛阳 正桌这一代 中原音韵就是一子 我们歌仔细的语言 用广东话来唱吗 道理就一样 后来流传出去 所以才有记桌调 就好像流伯到 湖北湾才有黄桌调 流伯到河南 其他地方才有玉桌调 所以这个是现在可以推翻 王国伟以下百年来的一个基本的抽 推翻者 前作曲是徐寿芳 完成者是你们曾老师 一个学术的建立和实证 一个学术的建立和实证 不是一下子而来的 那原杂具的 这个 开始进入兴盛的时代 不是进入远 而是蒙古时代 就开始了 原始祖 的智元多少年 十八年 还十几年 我记不清楚 才改元为大元 这中间 南北 北曲杂军南北打通 全国皆胜 但是 是到原成中 大德 以后二十几年 原真大德 这个 原代人都自己这么说 原真大德就是 北曲杂军最胜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杭州也形成了一个 杂具的中心 南北一起兴盛 最早的兴盛 最早的兴盛是在北方 而以大都 为中心 北方的这个中心 各位把它写下来 第一是大都 第二 就是平阳 山西平阳 第三 就是真定 河北 河北真定 真假的真 第四就是 山东的东平 第五就是河南的开封 因为河南毕竟 战乱残破 勉强还可以算杨州 因为杨州大概路过 没有 没有 像其他五大中心那样 而最后 显得南北汇翠的是杭州 总共 六七个中心 但北曲杂军 会不会因为原代灭亡 就灭亡啊 不会的 所以我研究系统 不是打破那个朝代 你不打破朝代怎么行呢 是明代建国以后 一百二十年间 各位 还是北曲杂军的时代 大家都忽略了 这一点呢 是我的博士论 明杂军 概论 首先提出来的 北曲杂军 在明代 一百二十年间 明初一百二十年间 都还相当的盛 以北曲杂军为主 只是那时候作家 有名式作家少 但宫田传播的演出 还是北曲杂军 有名有姓的 两个王爷 其他很少人 因为时代改变 因为时代改变 世代夫 跟这个什么追求的不一样 还有戏曲 已经开始由民间 骆驼文人的手中 慢慢走向什么 知识分子 这些科举 世代夫的一种 游戏笔墨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下学期我们就南北系的交融 地方戏曲的蓬勃 腔调剧种的蔓延 京剧的延伸 发展 这个 你们这个课 我写出来的书 一百多万字 在一年里边 提纲窃眼 给你们讲完 好